在鲜肉背书的年代 不仅要颜值才艺双高 贴心暖人也是爱豆们与粉丝们 保持亲密联系的重要法宝 近日朱正廷现身苏州 为其代言的品牌站台助阵 一身质感惜服搭配碎花丝巾 竟显优雅好气质 一上台便和粉丝进行亲密互动 活动当天正值女神节左右 不仅是整场活动被粉丝浪漫包围 男神对粉丝们的各种犀利问题 也是大方解答狂洒福利 眼看着2019年很快就要过去六分之一了 再感慨时间匆匆之余 不妨抓紧问一下男神 2019年会有什么新的动向呢 2019年在真做计划的话 我的话应该是会去想 希望自己能够更全面发展一下 但我的音乐会一直去做下去 然后我也会去看 有机会的话应该会去拍拍电影 或一些拍拍电视剧 因为之前老师听我的珍珠草的老师 就是让我拍偶像剧 所以我最近也在看起来 对 既然提到了偶像剧 玛丽苏的剧情 男女主角的吻戏自然是少不了 这下不少停粉宝宝们 要伤心了 不过这也是咱们朱正廷 认真工作的态度嘛 3月份即将迎来婷婷的生日会的她 却因为烦忙的工作而暂时取消 贴心粉丝现场大呼没关系 以后一起过 真是懂事满分的粉丝宝宝呢 好 其实 怎样说 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 过年之前嘛 我当时其实就已经有这袋计划 就是无论是现场布置 然后怎么怎么怎么 要表演什么节目 或者这些之类的 就是室友准备 那时候室友想法 要去准备生日过的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些 很多原因还有形成的人 所以就可能应该会取消 我觉得以后会补给你们 以后会补给你们